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懒得接这个子弹 他们当核废料到他们的土地上的时候 从来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 那当他们受到伤害的时候 现在却要他们自己提出证明 这实在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 因为作为一个主情代表 也作为岛上的居民 我们实在非常懒弱应对 我们认为这个非常的消耗 跟浪费时间以及社会的成本 我想他根本不够资格 坦白说今天以和洋律有没有通过 都有核废料 以经现况下就有非常多的核废料 在选择存放 这个永久存放的地方的时候 对于原住民族的区域 不能再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沟通 也不可能再用欺瞒谎言 甚至歧视的模式 来做任何社会对话的机会 难与人现今面临最大的苦难 并不是窮 而是这个民族在承载 三十多年的世纪独悟 有许多人死于癌症之后 民族的尊严跟屈辱 还一再地被这个社会 还一再地被这些永和者践踏 我在这边要声称最大的践踏者 最大的歧视者莫过于背后 强而有力的经济部台电公司 我们要求黄世修先生 你应该要站出来 面对原住民 面对党主人道歉 合备20牵出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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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最近核能的议题 引起了这个社会上很多的讨论 那这个讨论呢 其实过程当中 其实掺杂着不同程度的谣言 甚至是谎言 那尤其在蓝语盒废调的部分 在这些永和阵营当中 之前有这个网童小松翰 他就说蓝语盒废调 唯一带来的一件事情 就是给当地免费的电 其他都是好处 都是好处的意思 那近日在上周五 甚至有这个网路上的影像流出来 就是在这个 以和养聚公投案的领行人 黄世秀先生 在对大学生的演讲座里面 大言不惨 直接就说这些蓝语的合备量 带来给当地非常多的发展 而不是坏处 这个说法其实是让非常多 原住民族的朋友 还有我们今天在座的多人 都非常的愤怒 所以其实在行政院 有做这个蓝语合备的调查 真相小组里面 已经直接说明了 经过他们的初步调查发现 其实蓝语人当时是完全不知情 也要做这个合备要出场的 所以今天这些永和的人 不断用这些谬论 或者是谎言 来欺瞒社会说 好像蓝语人知情 蓝语人只是为了回馈性 这个事情是让我们最不能接受 跟愤怒的 就坊间流传的影片所谈及的内容 诸如核被安全不害 要蓝语人证明癌症的原因 是核被造成的 我觉得这有点太过分 你们有看过任何的一个案例 是要加害者 也就是加害者要受害者取证的荒谬论述吗 讲到这边我非常的生气 那蓝语人常年为了返合费 我想如前面所介绍的 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为什么一个民主 非得被强迫接受合费料之后 才能够配的 分配地方的这些基础建设 才能够享受文明带来的这些便利 难道这样的思考逻辑 不骗在台湾的社会上吗 我们想要试问 这些透过地方编列预算的地 这些区域 在享有医疗教育等补助的 相关的这些事物之后 也同样跟导物人承载 这三十几年的事迹不更的伤害吗 这些永和者 以及黄先生误导民众 认为核被料放在蓝语 是带给当地发展 这样的谬论不止荒唐 更荒唐的是 这个台湾整个社会 竟然也有许多人是如此的认为 我们有三点声明 第一个 还我民主尊严停止所有的污蔑和歧视 第二点 谨述立法通过蓝语核被料处存厂处理 即补偿条例 这个条例几年前 已经由导物族人 透过人民请愿的方式交付到立法院去 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第三核被迁出蓝语 才能够真正落实社会的转型正义 各位请问一下 有一个人强吻了你 警报成你强了之后 他说我又没有感冒 没有病毒啊 我又没有口臭 我点多塞一两百块给你 请问你的同意吗 这是对你人的这个人群的侵害 黄世修先生 你不只是对原住民侮辱 你对台湾整体人群的发展 都是一项侮辱 你应该要站出来道歉 那他在影片当中就是指出说 其实他觉得这些核废料在蓝语 就像是甘荡的模型 就是他并没有杀伤力 但其实根据报导 就是从2011年 我们就可以在蓝语的桃间 在那边发现 它的放射性物质 已经是超过标准了 那2012年甚至原能柜 是永远的会举发 4200多桶的核废料的储存桶 都没有一桶是完善的 他们当核废料到他们的土地上的时候 从来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 那当他们受到伤害的时候 现在却要他们自己提出证明 这实在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 蓝语的核废料储存场是在64年通过 71年开始运作 那他到直到90年才有这个条例 回馈金的办法出来 这中间二十几年的时间 达物族人都没有得到一个政府正视他们的问题的补偿 那今天却因为这些东西又在被提出来 说他们是享受福利的一群人 原住民族基本法21条就规范了 很多的建设开发都必须经过原住民的同意 到了105年还是106年 当时为了这个法条又设了一个 资商取得原住民或部落的这个同意权 设了一个办法 当中的这个附近里面就有提到 附近的第一条第八项里面提到 核能的相关的设施 第九项有害物质 其他先不谈 光是核能跟有害物质设置在原住民地区 就必须取得当地的族人以及部落的同意 你估计也不说这个法是后来立的 可是我们看这个法的精神 我们再回溯过去到现在 这个核废料从来没有获得 来与达物族人的同意 更何况 喊了这么多年要签出 我们政府用了各种的方法 包括说我们外面这个新的楼纳厂都还没有找出来 所以我无法签出 用了各种理由 可是男语人从来没有同意 但是在强加于这个建设的时候 不管是政府为了安抚在地的人 或者是在地的人的权力的损失 做的这个补偿 做的这个补偿 却被这个皇室修先生 污辱成为 好像是大家为了这个补偿金 若是没有这个补偿金 你们的生活又老又穷 简直是不文明的地方 又有这个永和人是说 这只是低阶的费量 到处都有不是高阶的 如果他无害的话 请问你们这些永和的伙伴 请问黄世修先生 你愿不愿意包一桶核费回去 每天早晚拿来敷脸 目前我们对于低阶核费量最终处置的选址 一个是台东大人 一个是金门无求 台东大人也就是我们原住民族居住的地方 在于核费量的高阶选址 还没有任何的法案 可是在高阶选址的作业当中 台电之前专探的地方 分别是宜兰的南澳 跟花莲的秀林和平 这也都是泰鲁格族跟泰雅族的居住地 所以很清楚的看到 我们对于所谓核费量的处理 到现在台湾就是没有办法处理 而且一直都想要丢到所谓人赏 也就是现在原住民族居住的地方 从来都不是一个正义的过程 现在放在哪里是不正义的 然后接下来想要做永久的储存 不管是低阶或高阶 也都想要企图利用这样的过程 是非常可恶的 那我们今天开记者会的方式 是至少要先以正视听 就是这个反核费 这个事情是非常长久的事情 也不是今天反核费 也不是为了回馈金 反对核费量 所以先做这个形式 那刚刚其实我们刚刚在原测会 或者是牧师这边都有提到 要要求黄师兄跟这些永和者 必须要针对他们的言论道歉 那如果他们不道歉怎么办 我想我们不排除可能会有其他的行动 但也很坦白说其实不太想要鳥他们 除非他们真的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当然我们刚刚讲的是 核费量是现存 不管你永和反核 你都必须要面对的 如果核费量有处理的方式 赶快拿出来用 不要永远只是在网路上打嘴炮而已